嗨,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今天的这个影片呢,我会和大家分享 我从高中到进去医学系为止的过程 所以今天的这个video会是一个informative video 就是跟我之前做的video会有点不一样 然后希望这个影片也可以帮到那些 有考虑着医学系的SPM考生 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拿了10颗 我在SPM拿10颗课目 10颗课目 然后多一个additional的就是我的华语咯 我那时候是aim着JPA scholarship 所以我那时候有放一点的effort下去 就我的如果我进private university 政府会给我那个scholarship 就是会帮我给学费啦 可是too bad too bad too bad that我没有拿到这个scholarship 因为我那时候考试 我自己本身的语文科是没有那么好的 我那时候 SPM成绩是 我拿9个a跟1个bplus 所以你们应该可以猜到我的bplus到底是什么科目 所以我的bplus就是我的华语 可是不用紧,bplus已经 我已经很满足了bplus in order to申请到JPA scholarship 你是需要拿9个aplus的 然后我的话 我那时候是拿5个aplus而已 所以我那时候就没有拿JPA scholarship 我过后是选alevels 我选alevels的原因也是很多 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自己还不知道我自己要做什么 因为我就去online看 那时候我就找了很多资料 然后我就去online看 他们讲alevels 比较没有这样specifically 指向哪一个course 还是什么 就它比较broad 它比较in-depth 我听说它也是会比较难 ok 所以那时候我就 why not拿alevels 然后我可以 我可以maybe再拖一点时间 给我自己想看到底我是要做什么 你们考过SPM的人一定会觉得 啊,松一口气了 我要休息一下子再进university 之类的话 可是其实我有点后悔 我在3月的时候才enroll我自己去alevels 然后我那时候是没有想到 我那时候没有看清楚 这个alevels是15month的course 所以我就选了bio,chemistry,physics,还有mathematics 就是这4个科目 在这个期间里面 我就try to figure out我自己到底是要做什么东西 因为我觉得选这个course further你的studies 你要花钱,你要花你的精神 你要花你的时间 去读一个course 如果给我的话 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很人生很重要的决定 我就是要找一个很确定我自己想要做的东西 然后才dive into it 因为 before你做一个东西 你要真的是确定这是你要的 你再去pursue它 你再去放你的100%的努力下去 那时候就要find out到底是有什么cost 然后它的job opportunity是什么 我找了很多 然后我就看到 看到 欸? Medicine 然后我就看 Medicine OK Medicine很像是要跟很多人沟通 然后要treat patient 你就是要很厉害 handle一个人的emotion之类的东西 我自己认为我自己是一个很内向的人 然后communication也不是很好 那时候我选那个degree的时候 然后我有考虑到那个working opportunity whether我可以在settle down的地方找到工作没有 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比较family oriented的人 就是我会比较有homesay会想家的人 如果是要做研究的话 我自己本身觉得它是外国是比较多这样子的opportunity 然后我就想到 OK 如果我做一名医生的话 如果我想要在Australia做工 我可以在Australia做工 如果我要在UK的话 我也可以在UK 就是到处各地都需要医生嘛 单单那个factor是不够给你决定你自己要dive into medicine 我是一个喜欢帮助别人的人 我就在想着 到底我可以offer什么东西给人家 到底是可以给予怎样的帮助 那时候最ok的东西就是还过得去的东西 就是我的scientific knowledge 我的biology 把我自己的knowledge 就是我的biology的knowledge apply在我的工作上面 帮助那些病人啊 这样的东西 我觉得我自己不是很厉害跟人家沟通 如果你说朋友亲戚家人的话 是还ok的 如果你是说一个in pain的人 一个病人 一个心里有压力的人 讲话 其实我是有点 不懂啊 这样子做会 不知所措 爱物 爱物能助 那叫什么啊 爱莫能助 对爱莫能助 ok 我其实是很怕血跟真 可是没有到那种 看到血看到真会晕倒的那种 只是会觉得很不舒服不自在这样 let me tell you one thing 做每一件事 做任何一件事 都是要get yourself out of 那个comfort zone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comfort zone 看你是不是 看你willing to step out of 那个comfort zone 如果你真的是step out了的话 the thing is 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你可以克服你自己的落叠 try not to stay in your comfort zone 所以我就决定 我要 我要 我要选Madison 你们跟我一样在Malaysia 的 朋友 你们应该有听过 就是我们等Housemanship 要等一年 要等 几个月 如果你真的真的是喜欢 你觉得你做这个东西是有意义 你做这个东西是可以帮到你 或者是帮到别人 或者是这是你真的想要做的东西的话 go ahead and do it 你想要去做这个 这份工 或者是这个 想要组读这个course的那个desire 要大国外界给你的那种 negative negative comment 那种 会worry你的东西 也不能说他们讲的东西是不正确的 可能他们跟你讲的原因是 真的是要你考虑清楚了 你是真的要这个东西 你willing to take that 后果了 然后你才进去 你才去做这个东西嘛 continue with A level ok 它是100%exam based的 就是100% 成绩是看你考试 然后AS跟A度 所以AS会占50% A度也会占50% 然后我在AS的时候 我那时候四颗都是A的 可是A也没有到很厉害的A那种 就是我的A是在80到90之间的那个range 我VIO那时候拿80分 最喜欢的科目 然后我一直以来觉得我自己很厉害的科目 我那时候拿80分 我physics没有这样好 所以我就focus more on我的physics 然后那时候我就很怕 就那时候80分我就有点怕 before A度的时候 我有去interview for medical school 那时候就想 ok whether I should pick Monash or IMU 然后我那时候就想 ok我想要去外国 可是我不想要直接去外国 我是不是很烦 然后我就想 ok IMU有provide这个credit transfer 就是我可以在他们那边读 读2年8到3年 2年8到3年 所以我就决定了 ok我要去IMU 然后我就去interview interview真的是 你就跟着你自己的心去回答就可以了 after that 我pass了过后 他也有给我一个conditional offer conditional offer上面有写着 你的academic requirement 还有你的IELTS 对 in order for you to进IMU的那个credit transfer 就是叫 他们叫做IMU slash partner medical school 你们成绩overall你要拿 A in Bio B in Chemistry 然后B in Physics or Mathematics 那时候我就在想着 ok我的Bio拿80分 如果万一我的A度比AS差怎么办 会不会拉低我的分数 我那时候就在想着这个问题 我到最后做了一个很难做的决定 就是我把Physics放掉 since我没有用到Physics了 in the future 我那时候Physics还比Bio高分 我Physics那时候拿88 我记得 放掉Physics 然后就 赚工Bio 讲真的A度真的是很难 A度真的很难 当成绩出来的时候 我吓到的是 我拿了三个A 然后 然后 yeah Borish are required advice就是 如果你们是因为想要赚钱 如果你们真的是因为想要赚钱的话 而当一个医生 一旦你进了这个field的话 我自己认为是 你不只要牺牲很多时间来读书 你也不只要牺牲你的 maybe你的family time 你的time with friends with your boyfriend girlfriend 总之你要牺牲很多东西就是了 就是 once你进这个field的话 你的life就是dedicated 给这个field 这样子的 你就是 就是 我不懂我要这样子跟你们讲 你会开始有一个sense of responsibility 就是你会有那种责任感 我应该要把我自己能做好的东西做好 我要磨练我自己的skill 我要improve我的skill so that我的patient 可以得到更好的service 或者是更好的treatment 这样子 然后我是觉得你如果是因为钱而选这个field的话 你其实是可以用 你其实是可以去进 你可以选择别的field 因为如果你想要赚大钱而进这个field 我觉得是不适合的 讲真的啦 赚更多钱的人 都是那种businessman 那种 那种businessman 那种 那种 那种youtuber 那种出名的youtuber也是可以赚很多钱 就 总之不是一定要是medicine才能赚钱 你读这个course的duration是5年 比起如果你去读一个business maybe 3年 你看到你还有extra两年 你还有extra两年你可以去找办法这样子去赚钱 所以我可以讲 如果你是因为赚钱的话 其实是有更好的方法的 你不需要undergo这个stress 你也不需要undergo这些 sacrifices来赚那笔钱 你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法来赚钱 比我找出社会的朋友 他们已经开始赚钱了 然后已经开始买自己的第一辆车 有一些甚至已经 在想着要买家了 那些 进了medicalfield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我是怎样的心情 ok 你进这个field的时候 你会很enthusiastic 你会很 哇 我要进 我要进 ok 当你finally进去的时候 what am i even here 你就要时时刻刻的去remind你自己 remind你自己 为什么你会去选这个medicine 为什么你会想要做一个医生 就这种东西 其实是你自己的mind 要跟你自己讲的 然后你自己要懂的 就是你的mental state要很strong ok 读书压力是可以承受的 是还ok的 可是因为你作为一名医生 不只是读书 然后apply knowledge 这样子而已 作为一名医生 你要去 undergo那种stress 那种人间 你的那些patient的家人啊 或者是如果你要break the news的时候啊 那种stress 有很多种stress 然后你的 expectation from你的doctors 你的mentor 你的senior doctors 他们的 expectation on you 都是很高的 你handle的不是一个东西 坏了就可以唤醒的 你handle的东西是一个人 一个有感情的人 一个有family 有朋友 有思想的人 有一个生命 你handle的是一个生命 所以mentor 或者是doctors 或者是senior doctors 他们都会对你的要求很高 所以往往在这个field里面 你会觉得很压力 因为你觉得你自己不够好啊 或者是你觉得你自己 根本不适合在这个field啊 或者是你觉得你自己跟别人比不上啊 这个时候你的mind 就要跟你自己讲 你当初为什么选这个puffway 然后你要提醒你自己 然后这样子你就不会这样压力 或者是如果你要的话 你也可以跟你的家人或者朋友讲 抒发一下感情 然后你 maybe会给你自己好一点 因为我跟你们讲过 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 所以我以前 我以前在 我以前是自己读书 就是不喜欢跟人家读书 就是喜欢自己一个人的 然后当我进了这个field 我觉得 我觉得啦 我觉得你应该要有朋友 然后朋友真的是 真的真的可以帮你度过很多很多难关 只认识了一些比较好的朋友 他们真的帮了我很多很多 像我们练clinical skill的时候 我们会一起练 然后轮流做simulator patient 然后改正对方的错误 教对方对的东西 就一起 总之就是那种teamwork 可是除了chir leading之外 我真的是没有感受到那种teamwork的感觉 就是这个teamwork只有在那个时候 当我们全部人一起stress 全部人一起考试 一起真的是度过这个难关 然后我那些朋友已经 现在没有跟我在一起了 他们已经去了clinical school 他们现在在seremban 有的已经去外国了 如果你在clinical school 你要找对的朋友 你要balance out你的life ok 然后你要照顾你自己的健康 记得要照顾自己的健康 健康真的很重要 还是要找时间运动 吃东西也不会乱乱吃 我这样跟你们讲的原因是 因为我有时候考试的原因 吃东西会随便吃 这样fast food这样子吃 然后就没有运动这样的东西 真的如果你需要的话 你可以去看therapies 或者是counciler 每个学校都有provide counselor 因为你做一个医生 你就是要 你自己的mental health要好 这样子你才可以帮助到别人 你要把你自己的state 你自己的状况搞好 这样子你才能帮助别人 ok 我觉得我不要讲这样多东西了 今天就到此为止 如果你觉得这个 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帮助到你 或者是给了你一点insight的话 你可以在下面 在下面点一个赞 我会upload更多video 我会upload更多video 我自己这样子 在这个fieldsurvivor 如果你们interested的话 你们可以去subscribe我的youtubechannel 然后thanksforwatching bye